哈喽,今天我要告诉你如何捕捉白天美好的阳光,温暖寒冷的夜晚 Tobius Wong所设计的SunJar太阳罐子 在白天吸收太阳光之后,晚上就可以当成电灯使用 如果你住在加州,你就可以把加州的阳光寄给朋友哦 这个罐子里头有一个太阳门板 它吸收了阳光之后,变成电力储存在充电电池里头 到了晚上,它就会点亮罐子里的低耗能电灯泡 在室内你可以当做孩子的夜灯或是房子的走道灯 你也甚至可以把它放在庭院里头当做照明 因为它是完全密封防水的 面对日趋严重的能源困境 在未来,每一个家庭都必须拥有自己生产电力的能力 那么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 高科技节和巧思就可以帮我们解除更多的能源焦虑